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在几天前已经开奖了 我们要来看到一名运气爆棚的民众 他是消费了61张发票 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并不算太多 但是在这61张里头 他就中了6张 而且其中有3张都是去超商消费中奖的 极高的中奖率也让网友都非常的惊讶 尤其他最高金额还是中了4000元 全部加起来总中奖金额是5300元 而同样是中奖也有人很幸运 是一张发票中了两个奖项 一名网友分析他近日是看这个载具APP 其中一张发票同时中了200元 还有云端发票的500元 但不过其实这只能择一来领取 还有很多人是发票没有中 但是过去有发现在这个财政部 加开的云端发票专属奖 最近在网路上有不少人哀嚎一片 说是双双共沽了 一名网友他有600张的云端发票 只中了两张基本奖项 其中包括是这个云端发票专属奖 就没中半张 然后他质疑说云端发票 是不是越来越难中了 那他这疑问一提出 就引起了一票苦主的回响 那财政部呢 其实在过去早就已经认证了 越难越难中的情况呢 其实是确实存在的 因为云端发票的专属奖 序号产生的方式 就是从民众已经载入的发票中来抽取 因此呢 随着这个云端发票 使用的人增加 中奖率自然也就越来越低